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報告,我是蘇智慧 先一齊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沿浪地區以至南海北部 受高空反氣船的影響雲量都比較少 而我們在雷宋海峽以東可以見到一些有組織的對流雲團 其實它是一個熱帶低氣壓 我們就預計這個熱帶低氣壓就會在未來兩三天 在雷宋海峽以東徘徊並且是逐漸增強的 它之後就會移向台灣至東海一帶 回到香港,今天下午天色都很好 所以各區的最高氣溫普遍都上升到32度或以上 而我們就預計明天星期六受高空擾動的影響 沿浪地區的宅雨就會多一點 至於剛才所提及的熱帶氣船 它的外圍下沉氣流就會在下週初 衛華南地區帶來一些酷熱的天氣 而我們預計一股東北季後風就會在星期二抵達廣東沿岸 所以去到下週中後期 我們就預計早晚會涼回一些 至於今晚在聽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今晚大致天晴 明天漸轉多雲有幾陣趙雨 最低氣溫大概27度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概31度 稍後局部地區是會有雷暴格 而風方面就會吹微風 明天會漸轉吹和換的偏東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就預計下週初會是大致天晴和酷熱 而去到國慶日 北風是會逐漸增強 而隨後一兩日風勢會比較大 而且早晚稍涼 市區最低氣溫大概22度 而且日間是會乾燥 這次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我們下次見 拜拜